潘长江作为一名喜剧演员 他出演过许多经典小品和电视剧 这么多年给巫术的观众带来了欢乐 如今的潘长江不仅是一名父亲 同时也是一位老爷 最近61岁的潘长江和外孙罕见同况 女儿潘洋的模样大变 女婿还来头不小 其实生活中的潘长江和许多长辈一样 也喜欢在网上晒自己的外孙 我们经常能在潘长江的微博上 看到他时不时就放出外孙的可爱照片 许多网友表示小外孙 不论是脸型还是那颗门牙 都和潘长江非常像 笑起来就更像了 许多网友表示 潘长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 如今又有可爱的外孙 真的是羡慕潘长江一家 说到潘长江的女儿潘良 作为一个新二代 但他平时非常低调 潘洋从艺术学院的音乐器毕业后 不久就推出了自己的首张音乐专辑大道理 除了唱歌 潘洋也参演过不少电视剧 包括父亲潘长江导演的能人逢天贵 除了发专辑 拍电影 潘洋有时候会跟着父母参加一些综艺活动 每一次出现观众都会感慨潘洋的模样大变 幸好潘长江的女儿没遗传她的账象 潘洋在十二年和石磊结婚 石磊也是学音乐的 她和朗朗是非常好的朋友 如今她是武士集团地老板 身家上亿 石磊和潘洋是相亲时认识的 两人也是见过多次面之后 才决定在一起的 不过石磊在婚礼上透露 自己第一次见到潘洋就对她一见钟情 婚礼的现场非常热闹 潘长江的好友包括郭达和蔡明等人都来捧场 有人问潘洋结婚后会不会退出娱乐圈 她表示自己会和父亲一样 继续行走在演绎这条路上的 有人问潘长江觉得女婿怎么样 她说除了比我高 其他方面都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